Saxphone演奏流畅的音乐节奏 让熟悉的经典老歌更有韵味 新北市土城永宁公共托老中心 进行启用典礼 以音乐开场邀请新北市长侯友宜 提供场地的财团法人大汉西教育基金会 董事长陈黄绿妹 在地名义代表等人 共同见证第43家的公共托老中心 位于土城永宁捷运站附近 提供长辈在地养老 今天的开幕 我们地区的领委委员都照顾 来支持这个公共托老中心的开幕 未来新北市这几年 一定会做到60家的公共托老中心 我们一步一脚印 所以在土城 士林 三峡 英哥 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找出来做公共托老中心 大家住在哪 要让我们这个好地方 弄一个老人家好的地方 可以安顿的好场所 人口破400万的新北市 老年人口占了13.94% 总共有55万8331人 险见进入高龄化社会后 需求公共托老中心的成立 更有奇迹破性 而新成立的第43家 永宁公共托老中心 则是由民间协会财团法人 大汉西教育基金会提供场地 市府补助费用 让阿公阿嬷可以在地安养 健康乐活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在侯市长的通知 推动之下 能够做这个第44座的托老中心 这是我们新北的幸福 在这里 我也要感谢我们市长 对我们新的招呼 更加为我们新北 我们三年第七 这才是招呼人群 也是我们侯市长的大功德 非常感谢我们财团法人 大汉西教育基金会 陈黄丽媚董事长的带领 显得一个最棒的一个 接任站旁边 然后整个托老中心里面 有健康的民法纪律部 也有可以照顾失智失能的 30个长辈们 让土城永宁这个地区 有一个老人家的好去处 民间协会提供场地 并且透过基金会安排 与社团合作 预计举办多场音乐巡演活动 以及陶逸彩绘课程 让阿公阿嬷来到这里 能够和艺文姓的相关活动连结 一起融入学习 在社区里乐灵旺悠的生活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土城采访报道